电视剧的黑帮情节竟然发生在马来西亚 街道不明包裹突然引爆 男子送院后死亡 消息称 该华一死者事发前 在轿车上查探不明包裹 不料包裹突然引爆 男子全身被炸伤 送院急救后不治身亡 此案于昨晚八十许 在雪州安邦 在野班丹英达十二一路一间餐馆前发生 一遭人寻仇 根据照片显示 死者引爆方向的车子出现损毁 且车镜也有明显的裂痕 可见爆炸威力并不一般 安邦景区主任莫哈默法洛助理总监指出 死者28岁的丰田轿车引擎盖上放有一个包裹 他因好奇区前拿起包裹时 包裹突然炸开 导致他的身体及手臂严重受伤 他表示 死者随后被路人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为随后因伤势严重 于同日晚上九十四十五分毕命 他说 警方随后封锁现场展开调查 并在现场发现多个爆炸物 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凶途干案动机 目前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死者同事黄先生指 身为餐馆员工的死者在案发当时正准备夜宵 当时餐馆已接近打烊时间 且店内还有一些食客未离开 他说 死者是在接到同事通知 纸汽车引擎盖上被人放置一个包裹 以为遭人恶作剧 而出外查看并打算将包裹丢掉 起料炸弹突然引爆将他炸伤 同事和食客们都被爆炸声吓了一跳 出外查看时发现死者被强大的爆炸力弹飞全身浴血 死者是在一名热心民众帮助下 紧急送往安邦医院治疗 黄先生指出 餐馆闭露电视在案发当晚80至90之间 曾录下一名身穿黑色上衣及佩戴口罩的可疑男子 将炸弹包裹放置在汽车引擎盖上 警方事后也将闭露电视画面带回警局进行调查 黄先生不知道死者是否与人结仇 因死者并没有提及在家乡的往事 只是说想换个环境工作 由于该店于今年5月才开张 没有与其他食客结仇 也没有任何人曾到店内找麻烦 参与国安发备忘录和平集会 却被警方传召调查 社运分子炮轰新政府 打压人权自由 社运分子因参与到国会 提成虚政府国安发备忘录集会 而被警方传召问话 出席集会者除了提成备忘录与国会议员 还要求政府释放自去年6月以来在SOSMA下 被拘留在双西茅诺监狱的57名嫌疑人 据悉 前往警局取口供的包括 社会主义党副主席阿鲁 人民之声协调员黄彦各 以及曾经在SOSMA下被逮捕人士的家属 蓝吉古马 人民之声执行主任斯文 前往金马警局录取口供前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警方传唤他们问话 是在浪费时间和公堂 他说 12月20日在国会大厦外举行的集会 是在和平的情况下进行 当天也有多名警员在场 并对事件进行录影存证 因此 警方应该参考他们在现场的录影片段 为何要传召我们协助调查 浪费我们的时间 黄彦各则提醒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所领导的新政府 不要忘了人民发声 包括举办集会的自由 这是第一次 新政府上台后我们被传召问话 我们要提醒政府尤其是首相 他也曾参与许多的集会 不要忘记他自己的历史和改革的历史 阿鲁在受访时指出 经过应该在接获投报的情况下 或者在集会期间出现公务被破坏的情况下 才展开调查 如果有民众报案 应该调查 然而内政部的代表有接受我们的备忘录 当我们被调查 是否意味着内政部长也是我们的同谋 他认为 传召他们问话时浪费时间的 他希望警方应该停止这样的行为 随着副首相阿末扎西 把巫统对行动党的仇恨归咎于前首相马哈迪后 马哈迪再次死缠烂打做出反击 只观死缠身的阿末扎西不该受为副首相职 并认为政府需推动改革 马哈迪今日在面子书撰文 他以国家元首 若犯罪也需要被终止职务为例 只以为何阿末扎西 面控超过40项控状 却仍受为副首相 继续履行该职务 联邦宪法第33A条款阐明 若国家元首犯罪而被控 应终止其职务 显然面控是严重的事 连国家元首都需停止履行职务 宪法没说 一旦元首罪成 才会被终止职务 面控已非常严重 足以停止国家元首职务 难道副首相职务比较高 应该获得比国家元首更好待遇 我认为 需推动这方面改革 卫生部长扎里哈指出 包括来自中国的所有国外入境大马的乘客 都必须在关卡接受体温检测 他说 那些被确定为发烧 出现症状或自行申报者将被转接到 隔离中心或卫生部门进行复查 如果怀疑患有新冠肺炎 将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此外 他指出 为了确定大马是否出现新的变异毒株 卫生部对阳性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并且依然监测 全国的泪流感疾病EI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SORRY病例 为了加强对病毒任何新变种的检测 所有前来就医的EI和SORRY病例 并且过去14天有中国旅行史 或与过去14天有中国旅行史的人有过接触者 将进行快速抗原测试 若检测呈阳性 将被送去进行新冠肺炎基因组测序 他表示 大马也将采集来自中国客机的污水样本 并将之送到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MKAK 进行PCR检测 若检测呈阳性 则将送去进行新冠肺炎基因组测序 扎里哈今日发表文告说 卫生部密切留意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发展 为应对境外病例对大马的风险 加强了准备和应对措施